每個人的餐餐都有媽媽 雞仔蛋可以吃喔 但我沒吃過 很好吃 對 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吃 不知道有什麼好吃的 不說我還以為我來到必殺魚港 他們在交賣耶 對 而且他們會懶我們 很像我們去漁港的時候 對啊 大家要不要來吃我這間海鮮 但是這邊有非常不同的種東西 我們來到北京的晚上 我們跑出來買宵夜 然後這條商店間啊 就很像我們在漁港人家 人家都會拉個 像你進來吃啊什麼的 然後他會一直推銷他們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覺得我看到有那個羊肉草 我好想要買來吃吃看喔 我們等一下會買一些宵夜回去 多買一些 然後回去開箱 然後請零星聽魚他們來吃吃看 好不好吃 合不合他們的胃口喔 買了甜點回去介紹 他上面的金額是秤重的金額是500克 所以我那幾個大概幾塊幾個 新隔 我們在這邊發現了很特別的蛋 我們之前一直很想要吃 一直不敢嘗試 這次讓你爸爸要來試試看 我們這次買的是毛比較少的 等一下這邊大條的魷魚是20 然後小條的是13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你看超可愛的 這樣吃一吃可以放進去 就不會弄到小張張 99元 你就可以吃到 牛蛙 牛肉 烤榴槤 欸 好想試試看喔 很好 為什麼那麼多 你很愛吃這個 這個好吃啊 Ana很喜歡喝百香果 她最近超愛 所以我剛好吃 看到這個 因為我記得呢 在那在這邊呢 蜜血冰層很有名 很多粉點 然後我想說 喝喝看她的 因為她是可以吃的 在分享宵夜之前 想告訴大家 一個超級實用的小工具 Surfshark VPN 每次半夜 我在舒服的酒店房間 吃著宵夜時 有沒有擔心過 網絡安全問題呢 特別是使用公共WiFi時 總是覺得不放心 Surfshark VPN 可以幫你保護隱私 防止個人信息泄漏 讓你安心上網 喜歡深夜看劇 卻因為地區限制 看不了喜歡的節目 別擔心 Surfshark VPN 來幫你一鍵解鎖 全球資源 讓你隨時隨地追劇 而且 你是不是常常被那些 凡人的廣告打擾 Surfshark VPN 可以幫你屏蔽這些廣告 讓你專心享受美味時光 是不是超讚 你知道嗎 Surfshark VPN 的連接速度超快 無論你身在何處 幾秒鐘內 就能輕鬆連接到 你選擇的服務器 完全不影響上網體驗 這對於喜歡追求效率的 我們來說 真是太方便了 而且像我們家是四個人 不只是我和亞米媽媽 姐姐妹妹的手機 也都可以裝上 Surfshark VPN 來保護他們的上網安全 真的超級方便 而且 用我的專屬優惠碼 SUNNY YUMMY 可以享受特別折扣 和額外四個月的免費使用 真的超值 所以 小夥伴們 如果你也想擁有安全 且無壓力的上網體驗 趕緊用Surfshark VPN吧 保護你的隱私 解鎖全球美食節目 讓你的宵夜時光更加豐富多彩吧 Mina你最喜歡喝什麼 蜜鐵冰層的百香果類 你怎麼知道 它這個叫做 滿杯百香果 裡面很漂亮 裡面應該是有珍珠野果之類的 它最愛的 我有看到它野果是正方形 試試看 我要吃 很好喝 很好喝 耶 成功 不會太酸 接下來要介紹第二樣 也是喝的 這個是 藍熊鮮奶 可是我買的是 酸奶 它這個啊 酸奶的話是用這種 長方形的杯子 而且 這個杯子是可以重複使用的喔 它還有附一個蓋子 蟲蟲蓋 然後它這最下面是 草莓果粒 這邊 它是新鮮草莓喔 好好喝 嗯 不會很酸 好好喝喔 而且不會很甜 味道剛剛好耶 好好吃 而且還可以吃到草莓 再來呢 也是飲料 這個是我們在超商看到的 登登 這個是酸奶 一個是 什麼 水蜜桃風味的嗎 一個是 然後一個是這個 莓果風味的 搖一搖一搖 水蜜桃 好 然後打開 明明的 白白的 欸 嗯 滿滿的果粒 滿滿的果粒 它這個是還有加燕麥 所以這個當早餐也可以 或是 宵夜 你不想要吃太多 你喝這個 剛剛好 那是燕麥喔 對那是燕麥 好那我說 我滿滿的燕麥和果粒 好好喝喔 好喝喔 好喝喔 那我們換下一樣 這個是 烤魷魚 台幣 喔唷 你們猜猜看這個多少錢 兩百 台幣的話 大概五十塊左右而已喔 那麼便宜喔 真的 這個在台灣買應該要三百四百 沒有要一百多兩百多 一百多差不多 一百多兩百多 來吃吃看 我要吃它前面那個酒 它這個很香耶 而且它是現烤喔 你現點它現烤 超好吃的 而且它還嫩嫩的耶 超好吃的 好我們換下一樣 再來是這個 我們移到那邊啊 這一家 的 店員還是老闆 很熱情 就是一直會 拉客人 然後 邀請你去他們那一間吃飯 然後這是外帶的包裝 我覺得它的包裝很可愛 店上美食 一二三 哇 門路上的 最有名的是這個 羊肉串 我來 你來 而且我們 連我們的朋友都推薦我們 到這邊一定要買羊肉串 他們說羊肉串超好吃 真的 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喔 真的好香 然後他會叫我們一定要買羊肉串 然後再來是 玉米 你看 它的玉米竟然是這樣一整把的喔 這樣一整把賣 然後它竟然是一顆一顆串的 我很少看到我們那邊好像都是不是這樣串對不對 我們就是那種一顆一半切片 然後串起來 然後給你兩塊 切一顆 然後這次直接一顆一顆的 這樣就可以很優雅的吃 那我們這裡就不優雅了 它的玉米有點像是那個糯米玉米 因為它有一點嚼勁 還滿好吃的耶 對 那個我們腎臟的話俗稱叫做腰子 沒錯 而這一個呢 是什麼動物的呢 猜猜看 有 不是喔 不是豬喔 答對了 這是羊的腰子 羊的腰子 不知道吃起來怎麼樣 而且我的 我喜歡這個 再來是這一個 這是什麼 蛋 蛋 蛋蛋 這是 這有點像是烤蛋嗎 水煮蛋烤蛋 我要吃這個 你吃辣的 好 妹妹吃辣的 來有沒有發現兩個有一天天不一樣 妹妹吃辣的 來吃吃看 先吃咬一口看看 咬一口 等一下 隨便咬一口 隨便咬一口 好勇敢喔 妹妹超屌的 口感怎麼樣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你真的要嚇 你還好 你還好 碰到舌頭的時候有點摩擦力而已 欸你吃到的東西你覺得嚼劍怎麼樣 好吃嗎 肉質怎麼樣 給寶寶看 有骨頭 有骨頭 咬骨頭而已喔 我以為會有毛欸 這個是 腳 啊 等一下 我想到這什麼 這是腳 這是腳欸 這是什麼 說說看 我們真的老師有叫到一個 叫他說那個蛋還沒 還真的欸 他還沒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林婷魚咬了 腳在這 之前泰國很流行的那個 這越南很流行 裡面那個 所以林婷魚吃的東西呢 是屬於整隻雞的雞蛋喔 而且林立心吃的是呢 整個蛋黃的雞蛋喔 就是一般的蛋黃的雞蛋 喔一般的喔 我也OK 他被嚇到不敢咬 我也要咬 接下來林婷魚說 他可以去學校炫耀了嗎 我可以炫耀喔 我敢吃 因為這個真的一般 我們沒有習慣吃這種的啊 都會不敢吃 然後他是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 咬了下去 而且很大口 可是我覺得那個辣椒的醬 是嗎 我跟你說一件事 我剛才已經看到那米麵毛出來 已經看到毛出來 那你覺得吃起來口感怎麼樣 好像比一般的雞蛋好吃 因為有肉 喔 因為有蛋又有肉 所以他覺得比一般的雞蛋還要好吃 大家可以吃吃看看 Ana都敢吃 他都說很棒 其實他 而且這很營養喔 我覺得沾辣椒粉好像可以增加口感 風味嗎 增加那種吃的慾望 真沒想到連鐵月娢大 代替家明爸爸吃了 你好棒喔 因為那個本來是 家 bastante要吃的 來 Please 先聞一下 不吃聞一下好不好 聞聞看 你有pan 沒有味道 再來聞聞看 聞就是辣的味道 心裡一上就覺得 他都好辣 每個人的層下都有辣嗎 啊 雞仔蛋嗎 雞仔蛋可以吃喔 那我沒吃過 很好吃你可以吃 再來呢 這是在超燒買的 雞翅 而且有兩種口味 兩個牌子的 來隨機抽一個吧 姊姊挑的這個是無窮 另外一個無盡 烤雞翅跟 然後這是蜂蜜口味的喔 看到這邊的無窮 我就想到另外一個已經是無盡了 原來是無窮無盡喔 無窮無盡 真的好啊 喔 幫幫腿耶 好小隻喔 應該是甜的喔 也有 你直接抓著幫幫腿 有沒有很能咬 它比較硬 無盡 妹妹的是無盡 超菊 好吃 好吃 好吃齁 我有吃飯喔 這個呢 大概是2.7塊人民幣 所以大概是十幾塊左右 所以差不多 嗯 而且好香喔 這是甜甜 來 這個呢 我們看到覺得它好漂亮喔 因為它現在出了很多 茉莉奶白桃的東西 這個是蛋糕 好 它這個應該是白桃的那種果凍吧 然後這邊有茉莉花瓣 哇 你也太大口了吧 它就是咬下去有點像 那個 鮭卵 會爆汁的感覺 但它爆汁沒有像鮭卵那種誇張 就是QQ之類的吧 有點類似 淡淡的甜甜 好多的好綿密 而且 有那個茉莉花的清香耶 下次你們到北京來還想要試吃哪些好吃的東西 也可以留言 跟大家分享喔 走說什麼 謝謝大家 掰掰